大家好,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RA模拟器如何设置双打 两个手柄双打游戏 现在的游戏基本都是单打的 很少有双打了 但是我们在小时候玩的游戏 很多都是双打的 比如CPS1的街机平台 像街霸是双人的 名将是四个人的 小时候玩的FC浑多罗是双人的 赤色要塞,水上浑多罗都是双人的 现在基本是找不到双人对战的乐趣了 因为只有一个人 像我现在的电脑或者PS4 基本都是一个人玩 我女儿在旁边看着我玩 她虽然喜欢看我玩游戏 但是她不玩游戏 不过过几天不一样了 我女儿有一个发小 叫想象 她特别喜欢玩游戏 每次来我家 就玩我的电脑游戏和PS4游戏 自从我弄好了这个RM7之后 我就想着终于可以双打了 玩玩赤色要塞 玩玩混逗罗 特别是赤影战士 在玩之前先把RM7的双打先调出来 其实也很简单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现在给电脑插了两个手柄 一个是PS4的手柄 另外一个是XBOX360的手柄 都是用数据线连接的 设置也很简单 就在第二个菜单设定 找到输入 它默认最大的用户数是四个 下面有一个端口1控制器和端口2控制器 进入端口1 第一个选择控制板 第二个手柄输入数字选项 左侧摇杆 这个意思是 除了我们可以使用上下左右键 还可以使用手柄的左摇杆控制方向 这个还挺方便的 第三个比较重要 我现在设置的是端口1控制器 它默认用的是360 在这个位置要把它调成PS4手柄 就是这个名字 这是PS4的手柄 下面的都保留默认值 在端口2 前面两个和端口1一样 第三个设备所引要选择360 这样就可以了 只需要调这两个 我们测试一下 选择 现在我用的是手柄1 现在是上下左右用的方向键 现在是摇杆 还是摇杆比较方便 插件是机枪 圆圈键是炸弹 然后再试试360 这是上下左右 这是方向键 这是摇杆 B键 红色的键是炸弹 A键是机枪 上面还有连法 这个竟然还有连法太好了 我是PS4手柄有没有连法 也有连法 这个挺人心话 再换一个 再换一个 回头还是换一个英文版 看着舒服气 这也可以用摇杆 终于可以打双打了 和翔翔一起打双打 我得教教他 现在四年级的小屁孩 应该都没见过这老古董 上上下 下下 左右 左右 BA 这个也应该是支持的 好 有连法了 卡好了 再换一个 CPS1 试一下 再换一个 CPS1 试一下 再换一个 CPS1 试一下 嘻嘻 他这个好像不支持 这是摇杆 前后左右上下 看一下他是不是可以调除摇杆 这摇杆关了 好 现在有摇杆 OK 再来个接吧 哇塞 这样太帅了 这怎么也没摇杆 好像是我设置过 我重新存储一下 这样有摇杆 有摇杆还是很方便的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尔差 我们下次见